我安排到西藏拉薩的記者,今天第二天採訪,期間遇到一批喇嘛抗議。 我們和你拉薩的鄭詩婷談談。詩婷,當時情況是怎樣的? 是呀,方暉。當時早上市政府人員安排了我們去大超寺。 本來是安排了我們訪問一位大超寺的管委會副主任。 但當我們一入到節目中,就立即有遺數二十多名的喇嘛,包圍著我們所有記者。 他們情緒很激動,不斷地叫喊,又在抗議。 其實我們那天都覺得幾惡然。 當時市政府人員都是看著,不過就沒有阻止我們的採訪。 事後我都有問市政府人員,問他們怎樣去回應。 因為喇嘛就投訴他們,說參拜的人士是政府安排的。 但市政府人員就說不方便回答我們的問題。 就說今晚已經安排了我們見市領導了,建議我們到時再問清楚。 市政府人員安排我們去大超寺訪問。 一入到寺廟的時候,記者就立即被一大班的喇嘛包圍著。 他們情緒激動,不斷地向記者抗議。 他們說今個月10號起已經被困在寺廟裏面。 另外有四百多名喇嘛被捉走。 因為他們不相信我們出去打打槍,我們根本沒有打打採訪。 所以他們憂恨我們的。 你們沒有做了,他們做了什麼? 你們沒有,我是我們的幹部,讓我們出去。 我們有自由。 自由。還有那個那個,我們那個。 我們那個。 他們的那麽呀。 那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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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還說來寺廟參拜的人都是由政府安排的。 那麽是幹部,都是幹部,沒有覺得都是騙人的。 那麽對待我們就真的很可憐了。 整個訪問過程,市政府人員都在場,未有阻止記者採訪。 好